好啦 還好啦 還好啦 亂講 我曾經故意過 像以前喔 就像這個時候 那個水地板 每次 今天上完課 明天就把學生交給我了 寫完了 他比較厲害 怎麼叫他比較厲害 認真 活路 OK 這跟厲害沒有關係 好了 我們 這樣想要回應我們就复習過了 好 那個 這邊有個 什麼要參與過 說說看 什麼要參與過 第一題 第二題 二十題 同學二十題 我也超以過 那個 千萬不要在課堂上講多一點 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竟然去參與討論 什麼參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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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光是很高能量的電磁過 超音波 超音波是什麼 很高能量的電磁 你這樣講 OK的 那高能量的波會有什麼現象 快速 快速 是快速嗎 我問你喔 超音波的速度 我們只知道速度嘛 就是一個波往過去的速度 跟我現在講到的速度一不一樣 一不一樣 光從太陽照不來 這光照不來的時候 紅色的光跟藍色的光 跟藍色的光一不一樣 速度一不一樣 速度一不一樣 速度不因為你是光的種類 波的種類 當然光波跟聲波是不一樣的速度 但聲波來講 晚上我們做個實驗嗎 我跟GIN在那邊一起喊 你們在後面是同時聽到 這聲音會不會因為GIN的聲音比較高 我的聲音比較低 聲音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都一樣同時要到達 是不是 所以那個速度 不會因為我們聲音的高低 或是波長來決定它的速度 但是呢 但是呢 聲音的速度 或者是光的速度會變成不一樣 不會因為戒指的關係 所以我剛剛就這麼講了 我的聲音如果透過木頭傳遞 跟我的聲音透過聲音 透過空氣傳遞 哪個比較快 木頭比較快啊 對 我聲音在水裡面傳遞 跟在空氣中傳遞 哪個比較快 水裡面比較快 因為水裡面戒指比較密集 它傳遞的很快 這個水分子一撞到它 就撞到下個水分子 跟空氣中的空氣分子 是一直撞到嗎 沒有 它距離很遠喔 空氣分子跟下一個空氣分子 所以這分子必須跑一段距離 撞到它才會撞到下一個 可是水分子是密集的 基本上這個分子一撞 它直接撞到下一個去 它就直接傳遞了 所以越密的東西 通常它的聲音的傳遞速會越快 這是跟戒指有關 所以波數 波數 跟誰有關 波長 戒指 跟戒指有關 波數跟戒指有關 剛才講完了 又跟波長 波數是跟戒指有關 那既然波數是固定的 波數是固定的 那你們知道波數等於什麼 波數等於什麼 波數等於什麼 頻率增上λ 對不對 記不記得 波數 波數 記不記得這個事情 誰 m5是頻率 lanta是波長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不記得 那你們在想一下 什麼叫頻率 我沒有看過很多 我只沒有寫出來 那你要記得中文 我現在寫中文 你有沒有看到中文 記不記得這個事情 頻率什麼意思 頻率什麼意思 頻率跟生意高度有關係 頻率跟生意高度有關係 但是頻率的定義是什麼 什麼次數 什麼次數 震動 但是有人單位啊 跟誰有關 我 比如說我左手震動100次 我右手震動1000次 想誰的頻率比較高 誰的頻率比較高 誰的頻率比較高 左我忘記了 一千下 一千是比較高嗎 錯 一百下比較高 因為這一百下在0.1秒的震盪 所以一千下在一個小的震盪 對嘛 所以你不能判斷啊 你可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啊 對吧 我問你這兩個 一個一千是譬如說